下面我们要说一说大屏幕上的这一位师傅 武汉的低哥陈建文 23号凌晨3点左右 陈师傅在汉口接到了一位小伙 说是要到长江边 随后就一声不吭了 陈师傅的车开到了轮渡码头附近停下 小伙突然把手里的盒子递给他说 这里面装着我四年来存的一万多块钱 全给你了 不等陈建文反应过来 男子转身翻过了路旁停车场的护栏 大步向江里走去 陈建文立刻报警 并追着对方一路快跑 水很快没到了男青年的脖子 情况紧急 陈师傅跳下水 朝男青年游过去 一把拉住了他 经了解呢 这个小伙子来自安徽 当天呢 因为感情受挫 想要轻生 最后经过民警的疏导 情绪稳定下来 被朋友接走 陈师傅所在的出租车公司 为他颁布了一千元的奖金 陈师傅说 这种情况不挺身而出 我会内疚一辈子 平凡英雄满满的正能量